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 通常来讲呢 标准的文艺片啊 总是叫好不叫做的 即便是有奖项在身 也是很难在电影院里卖出很好的票房 那么不过有我们江苏广电旗下 幸福蓝海集团出品的影片 白日烟火似乎就打破了这种规律 上映至今啊 票房已经突破了一亿大关了 创下了海外获奖华语影片的最高票房记录 那么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呢 自然也是与它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有关的 在获得了柏林金雄奖之后 片方还准备将它送至多个电影节餐屏 并且定于六月在法国院线来进行供应 那么美国CNN网站就说了 那么这部电影啊 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希望呢 它能够在接下来的供应和展评当中 取得非常良好的成果